前出有狠心的父母恶意弃婴 高雄市左营区两名国中生 在翠峰路一栋大楼 发现了一名刚出生没多久的男婴 被人用衣物包裹放在角落 警方获报之后赶到现场 发现这名男婴的脐带还没有掉落 疑似有被烧断的痕迹 幸好送婴之后健康状况良好 没有大碍 警方也正掉阅监视器画面 要揪出狠心弃婴的父母 两名国中生申请紧张 手里抱着婴儿搭电梯准备下楼求救 原来他们是在大楼顶楼 发现了这名刚出生没多久的男婴 民众给他一个包金 那我们送到我们的新生额病房 做检查跟处置 所以目前还在治疗跟检查中 事件发生在高雄28号上午9点多 有两名国中生准备到 左营吹峰路的大楼顶楼看风景 没想到铁门一推开 就看见一名男婴 被人用简单的衣物包裹着 气质在一旁 上前查看时 男婴身上的脐带 也还没剪断 他们吓得赶紧抱着男婴下楼求救 检方过报后 也立刻将他送医救治 目前还是以先用医疗救治 或是一些健康检查为主 那后续的话 我们还是希望说 家属能够尽快出面跟我们联系 不管是在照顾上有任何困难 或是需要任何协助 需要帮忙的话 社会局跟相关单位 都会提供给他们一定的协助 男婴送医后 只有左脚踝轻微插伤 体重和身长都符合 刚出生婴儿的标准 但把刚出生的婴儿遗弃在顶楼 幸好这次及时被好心的国中生发现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警方也已经循现调阅监视器画面 准备揪出丢弃男婴的狠心父母 记者柯晨浩高中报道